《狗狗公司》 《寺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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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通常找師傅你問些什麼 都會問問我 今年的長運好不好 有什麼辦法改好些 會不會增加多些 怎麽可以增加,怎麽更好 通常一般都不是太好 甚至乎不是理想的收入 所以便希望找我看 會不會真的將來都是這樣 還是會有些辦法去改變 始終每一個人的一生吃多少穿多少 真是頂頂的 只不過你要知道自己吃多少穿多少 頂頂多先 可能你是可以吃到這麽多 但你是用得這麽多 其實還有一部份你未能發揮得到 這部份他怎麽發揮 就要找師傅去幫你解救 甚至乎要幫你如何在風水 或者命理上幫你如何增加倍數 有些人都會這樣 那段時間那一刻幾道煤 甚至乎有些麻煩有阻滯 解一解救真的有 解決眼前那段問題 完全是解決了沒有 有問題便沒有問題 真的不行 師傅你會用什麽方法幫人算命 坊間比較多人會看紫微斗數 都喜歡看紫微斗數 但紫微斗數有些地方有不足之處 始終是要再精確一點 甚至乎細微一點的話 就要看八字 例如說 那個人會合適做什麽行業 都是要看八字才清楚 如果看正確他的行業發展 甚至乎他的八字是需要什麽五行的話 他幫到他才旺的話 他入對的行業 他就越做越好越做越順 如果入錯行做錯行業的五行的話 他做極多是這樣的 入對的行業 又做對的五行的話 越做越好 這樣 看對風水是否就什麽都可以了 如果風水來說 他只不過是幫了你那一刻 扶一扶你 之後呢 當然是靠你自己 沒可能我幫你擺風水 你的風水好了 接著你就坐在家等發達 沒有這樣的道理 要適合名格 本身名格是對的 只不過在榴槤裏面 正乎在風水有些阻滯的話 是可以幫到他 幫了他之後就好了 那段時間 其實大部份都要靠他自己努力 靠他的名格裏面 真的能吃得到才能吃得到 不是說那間屋放了風水 接著另一個人進去住 他又發了 那間屋一定可以賣好貴都可以 怎樣才知道自己有沒有入錯行呢 其實很簡單 以中國來說 就是五行木火土金水 他的名格裏面的五行 去配合自己做的行業 他就會適合接觸什麽行業去發展 雖然很抽象 其中抽象還抽象 他都會有一些方向 會讓你去逛 例如我會幫客人去看小朋友 從小栽培的話 他的小朋友應該是讀書 在哪方面去栽培多些 栽培得到的話 對於去讀書 入大學 甚至乎是減科的話 他會是半功倍 這是關於風水的白雲問題 是很旺一些舊有的懷舊的 有實力的事物